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两个应该说非常熟悉 当年都在北京队这起训练 现在应该说状态上来看 还是王天一略好一些 因为毕竟王天一岁数年轻 现在他是积极向上 上升的趋势 这盘棋也是在半决赛当中下的 最终是王天一取得了胜利 最终王天一也获得了本届一态杯的冠军 对 红方先止路 黑方走炮二平三 足底炮 对 红方炮二平五 一般王天一走飞向比较多 但是王天一也跟蒋川较量了几次飞向 没有占得更多的便宜 因为蒋川的力量还很大 这个飞向可能天一觉得要想战胜蒋川也比较难 因此他选择了一个进攻性更加强一点的先止路 然后黑方是三向 三向 红方是选择是飞边向 对 相近一走 王天一选择飞边向也是意在拉长这个战线 对 就这种旗一走 就是暂时双方就简化不了了 对 双方而且这种有多种走法 比如说黑方有马八进七 足七进一 马二进四 居九进一等等 走法还是挺多的 对 到底走哪个好呢 也很难说 蒋川呢是喜欢走马八进七 对 他是实在是跳了个马 红方 也是先跳马 黑方居九平八 红方是走的 他是走法八平六 八平六 黑方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图走足七进一 红方马八进七 黑方再走法八平九 法八平九 他就不让你这个居出来了 对 红方居九平八出来 黑方在马二进一 红方马七进六 再跳 黑方在补试 对 十字镜 这个阵型呢 应该说就是红方呢 摆下了五六炮 对 将来争取呢 以这三个子呢 为核心呢 发展一些先手 这个也是红方主要的一个思路 因为这个居 右居呢 会晚一点 左居呢 暂时没有什么非常恰当的进攻点 对 因为这个地方是险地啊 不能轻易去走 走到这也不能去吃炮 吃炮还是死居 对 所以说八路居呢 暂时没有什么点 黑方这个编码虽然有点弱 但是红方没有进攻的这个线路 对 黑方呢 就是左翼比较强势 右边呢 稍显弱一点 但是他将来可以通过这个对军呢 来化解 红方先向三进一 黑方举八进六 进行反击 对 这儿呢 双方就摆下阵场 准备呢 打一场持久战 对 红方呢 一般的来讲呢 还是补试的思路多一点 是 将来准备贴了局 但是王天英呢 为了防止对方吃兵呢 他就直接走了局居平三 因为你现在不能吃兵 吃兵他金包一打 把你打死了 对 但是红方本身这招局居平三呢 暂时是没有什么作用 他是一招等着嘛 他准备以后多出了局三进一 或者是四四进五 这种同步的选择 唐丹的意思呢 就是说 他本身这招棋的性质 是一个等招 是一个防御 对 防止你局八平七 是 然后他待机而动 是 可以根据将来的需要呢 再选择知识 或者这个掌局 对 我是这是这个意思 你是说这个意思 对 对 那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既然红方这个局居平三呀 他不是很明快的的话 黑方我觉得就应该走局居平二 就直接把局给对掉 对 那红方只能接受了 不是 但是张老师这棋 你对掉以后 对掉 那他这个局三进一不都能长 那我就跑三退二 你调行我也调行 跑三退二退两步 对 我把阵型 这也走后了 也没有问题 那等于这边也是 也这个形式还可以 对啊 这儿呢 你看这个马跳到正路上来 就比较协调了 黑方阵型还挺稳步的 所以这个棋 黑方呢 我认为是比较厚实 毕竟红方 我们看啊 局居平三 局三进一 你这个局毕竟呢 拐了一个弯 对 你这个局跟在这里 差别不大 就是我唯一不能吃一瓶 对 然后我这儿对了一个窝居呢 也不是很亏 是 这个棋我觉得局居平二 就比较简单 对 比较简单可取 可能简单的一种走法 但是蒋川呢 可能也想到这儿了 他可能也对这个局三级一啊 有些顾忌 是 王天一的棋艺风格呢 是比较攻守兼备 而且他现在的这个棋 他就是往往把棋下的比较尖锐 对 使对手呢 产生一种啊 不寒而栗的这种感觉 因为确实王天一胜率太高了 当然这个去年相甲以来呢 这个由于规则的原因 他走的先手也比较多 你看今年相甲 王天一是排在第一位 蒋川排在第二 王天一好像是25分个人 但分数没有差的那么多 对 蒋川是23分 那么16轮之后 王天一25分赚了九盘棋 对 就是说的 超过了 胜率超过了7% 接近80% 蒋川呢 是23分 这个排在第二位 就是说 对 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这几个选手呢 确实还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但是比起去年呢 这个 王天的胜率呢 就没有那么高了 那你像什么其他的 那个排在很靠前的 其他的几个人 就没有那么高了 像郑维同胞红制 今年下的都是 不是那么 显得那么厉害了 对 因为他先手没有那么多了 这个也很有关系 赛制的原因 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黑方走炮三圈二 也是可以 对 但是我觉得 稍嫌有一点迂回 是 因为这个地方 红方不可能 这个时候再走 巨大级了 对 对吧 那么红方呢 就是变招了 他的炮流级 他先防守一下 王天一呢 这个之所以有 这么高的胜率呢 一个是跟他这个 旗艺啊 比较全面有关系 另外呢 他选择的变化呢 也是尽可能呢 不让对手简化 跟这个也很有关系 另外他对棋局啊 非常的敏感 因为从小啊 我带他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小同学啊 他的战术意识 非常的清晰 战术意识 他从小 比如我们下车轮 有时这个闫老师啊 还是什么高手来 有时候跟他们吓一声 我就得跟他们说 我说这个 你别看这个王天一小 当然他在我们那少年队里 他偏小 他们杨县和那个仁刚啊 他们都小了两到三岁 是 所以说他那个时候呢 就下棋比较横 就北京话 对 就是这个走的这个招法吧 他是不会跟你去委屈求和 对 委屈求全 而是敢于去进攻 他从小呢 有这么一种 这个积极向上 敢打敢冲的 这么一种 非常积极的那点因素 所以我觉得一个棋手啊 从小啊 要学习这种精神 很多这个棋手啊 这个教练在指导他们的时候 都觉得啊 你这个棋要 为了这个多得分啊 这个碰着前手 你要去 相反地去求和 实际上这是 对这个相机艺术的一种错误 这个指导思路未必是 肯定是错误 对年轻骑手的人 对 因为在年轻的当中呢 我们觉得呢 就是要让他发挥这个 自己的能量 去敢打敢拼 对胜负呢 不要看得太重 因为这个作为棋来讲啊 我们在少年这个阶段呀 这个去体验这种冲锋陷阵 这是很重要的 也是去体验感受 这个相机这个艺术 对 因为你少年的时候 不练拼 你就过于老成的话 那么将来呢 对于你的这个棋艺风格呢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咱们的专业 棋手大部分都是少年时候 对 少年时候很凶 比较拼的一种 对 你像这个李来群啊 赵欧荣啊 吕欣啊 这些老将啊 孙永珍老师 还有这个孙永珍 孙永珍倒不是那么拼 年少的时候这个棋 不是不是 孙永珍的棋 哪天我们再说 是 我觉得孙永珍的棋 我感觉刚出道的时候 大家都是那种 孙永珍的棋 它是力量大 力量大 它不是那种 横刀立马去进攻 那这是另一种风格 它是少年老成 再加上一种这个 它是下棋比较讲的力量 对 它跟拼又不太一样 它不是横刀立马 去冲锋线阵 但是总归是一个 机翼向上的这种 对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呢 这个八路鞠呢 就怎么走呢 它炮三平四了 对 它也是按照我原来的意图 我炮三队二就是为了 炮三平四 那么红方 马六进五 赤兵 因为这样 红方也不好去动 对 只能这么交换 那黑方 马七进五接受 黑方已经是要换掉 红方炮五进四 就红方这个阵型而言 也不是说的特别的完美 红方这个两个边向 阵型也挺散的 但是呢 就这个棋呢 恰好黑方呢 这种反弹的能力呢 也不强 所以现在红方这个阵型 还可以 黑方我觉得这个地方 可以考虑直接鞠一平二 再对鞠 直接就把鞠 对了 再对了鞠呢 就比较平稳 那想说怕丢这个边族 他还走了一个决一进一 对 因为你对了决一 你也不用怕他打边兵嘛 打边兵这个地方 他还没有处理好 是 黑方想保留这个边族 但是动作上呢 又稍慢了一点 对 红方这个时候呢 明察秋毫 他走了一个冰五进一 这个地方对于黑方 是有比较多的考验 到底这个旗走什么好 对 这个真是不好讲 因为呢 从旗改上来讲 黑方走鞠八进一 人家又跑流退一 你再鞠八退一 红方可能有兵五级 马三进五这些手段 对 觉得不肯 但是这个鞠要向回退呢 又觉得这个鞠呢 点在这儿呢 白点 是 所以在这种权衡之下呢 黑方呢 蒋川呢 还是决定呢 把对方这个三楼兵呢 杀掉 对 他先获得实力 这个也不能说错 但是恰好呢 就是给了红方呢 一个非常难得的调整 就是王天一这个思路啊 非常好 一般都是马三进五往上跳 马三进五正好呢 没有脚 对 而且炮六平三这个点 还走不上了 对了剧后走不上了 所以王天一呢 他这个就是下棋很灵活 他这边有个马三退伍 对 这儿黑方只能去对 是不是 是 因为你不能让了 让他炮六平三 炮六平三杀旗 你只能对 红方马五对三一登 现在呢 现在还有炮六平三 盯着这炮六平三 那么黑方这个旗呢 就要守这条线 对 那他当时又没有走炮六平三 他又感觉这个旗 是不是太绕远啊 他怕将来这个打门工 还是有潜在的一些危险呢 所以他选择炮 就平七 对 他炮六平七 这样呢 无形当中 又帮红方走了一步上马 红方等于这个 这个弱马这么一条呢 调到一个攻守兼备的位置 他这位置挺好 因为这个中兵挡不住了 然后这个马斯敬也有脚了 对 所以说王天一呢 就说他这种 钻杀的能力非常强 那张老师就这一块 是不是红方经过调整 这个有一点扩大优势 这个 对 红方取得略优的局面了 对 就说由于黑方啊 这个炮三推二啊 炮三平四啊 这个旗走的 包括 包括足迷级 这个其实都有点 稍缓 对 动作有点慢 对 然后给 走得不太坚决 因为你 给了红方呢 这个从调整的这个机会 对 那到底呢 双方这个战局呢 如何发展呢 下面呢 还有精彩的战斗 稍后呢 我们将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朋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 王天一对阵蒋川 在伊太杯上 这个对决 走到这呢 刚才唐丹的这个观点也对 就是红方的这个优势呢 有一些扩大 对 所谓黑方来讲呢 现在就是低入下方 但是这个棋呢 黑方倒没有说的 马上就坏了 还是有很多机会 去与红方争夺 黑方先鞠平二对鞠 对 这样子双方下残局了 红方鞠八进就吃掉 马一推 然后红方就兵武级撑过去 这儿等于是四个兵队 四个组 对 双方都是马上炮 但是红方呢 就是位置呢 要好一些 黑方接下来走马二进四 对四 红方当然不肯对四 他先炮了平五 炮了平五 然后黑方炮 是炮四平一 四平一 到了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又到了一个 关键的地方 就是红方呢 是速度要快一些 子力的位置啊 更有攻击性 对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到底怎么抉择 这个王天忆呢 他选的是炮五平二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马四进五的选择 因为马四进五你看啊 就是你黑方马四进五 总是不肯 对我不能这么叫炮 你换了以后呢 你剩两个炮 然后下部棋呢 红方有马五进三的这种手段 但是这个棋呢 将来如果黑方呢 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呢 也很有可能呢 用马去换炮 他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那有可能下成马炮双兵 对双炮双足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 那这个棋就是说 红方呢 是一种稳不进取的 这个策略 但是王天忆呢 他有的时候 这个过人之处呢 也正是在于此 他对这个结果呢 他可能还不是特别满意 对 他选择了一个炮五平二 是 他平泡 他呢 挺厉害的 准备天机炮 对 他就使这个战局呢 就特别是红方呢 更有一些呢 进攻性 对 那么黑方就选择了 炮一禁六 还是要把冰吃掉 这个冰也不能不吃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他是走了一个炮一禁三 红方下底炮 对 这个看着也挺厉害的 黑方这个中路是 怎么走 对啊 怎么去 对 你说 这个红方 就是他的走法 未必是 说是最严谨或怎么样 但是他这个 对黑方有很多的考验 这个地方啊 黑方啊 这个实战走了 炮一瓶九 把边兵啊打掉 对 这个边兵啊 实际上不是当务之气 他又想赶紧 炮九推二之类的 但是这个动作就慢了 对 这个棋啊 黑方唯一的机会 就是应该走炮一瓶二 炮一瓶二 这个棋比较难 对 炮一瓶二到底是一个什么 就是你上马的时候 我可以推炮打你 让你这个马暂时没有好脚 如果你平兵呢 我也有可能走炮给你 把你封住 对 你要是打我像 把像给我打了 我就出像 出像 你这个炮一时半会儿有 也不来 这棋 红方多个像也 你平兵我就上马 你再平兵我马我退三 反正我这个子力就在这给你缠着 对 这个棋就非常复杂 你当你马自进我都不能走 我还炮一瓶 我搂打你 是 所以说这个棋啊 会给红方的取胜呢 制造比较多的难度 所以这炮一片走出来 我觉得黑方这棋还是能下的 是 以后再看时机是 足一进一过足是吧 对 时代当中呢 就是讲出来这个打兵啊 有点想 赶快消灭对方的物质力量 然后再进行防御 他认为 他可能对方就要打线了 但实际上呢 对方 他不打线反而更厉害 就是这种威胁呢 这王天一这个 金金劲啊 照顾得非常好 对 他并不马上发力 而是他选择一个 最恰当的时候去发力 对 这个是对黑方呢 是有非常大的威胁 现在是不着急持相 持相了 以后这个炮还得 持相他没有后续这个炮 对 也绕不回来 很费劲 然后他走得就非常好 对 他先马四进五 准备兵武机 用兵去装相 对 那他 实际上他是走了一个炮酒退役 他可能 就是可能还是按刚才 正好您那个说是 炮一平二这种思路 对 炮一平二他上不来了 上了就给他打 打回去了 对 这个棋呢 他炮酒退役 你看他也到这条件 要共足 对 但是慢了一步 就来不及了 红方平兵 你再拱人家马上去了 这个棋 黑方一 就一下呢 吃紧了 是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讲 是可以事后分析 对 临场 这个时间压力大呀 对吧 而且红方这个兵啊 这个兵要命的兵 对 尤其这个天机炮 随时可以打下 这个棋 黑方呢 就感觉压力比较大 主要就是按张 您说前面这个炮一平二 这个其实难度还是挺大 对 空走一步 这个呢 只有那个 有更多的时间 综合考虑呢 可能能走出来 因为 这种平炮走一步 有可能落空了 落空了就白走 是 这就是残局这个考验 对 黑方这个棋 他走的是 他就走一个炮酒瓶六 他怕你马五进三吃足吗 对 炮酒瓶六 然后黑方 然后鸿方就是 就是开始下兵了 对 红方这个兵啊 兵力成下 这个兵卡在这呢 黑方就比较难受了 对 黑方可能最顽强的 还是应该走 降五平四 他可能也怕他 怕五平六 拉上就会抛弃退一 对啊 反正你还 一时半会儿弄不死 对 还是 你马五进四 我得抛弃平六吧 我得收炮呗 那他 马自尖 他以后也随时有趴二退一 这种一期 还是有点危险 对 可能走到这儿他就是 防起来 防御起来很难了 他实在当中 他走了一个抛弃进一 对 他抛弃进一 他防你 他马五进四跳进来 红方 其实这部抛弃进一 我感觉仿之为挺巧妙的一个做法 不是 抛弃进一呢 它是一个常规的这个动作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呢 它起的效果就不是那么明确了 对 红方 炮打一僵 这时候就像是打一僵 这出降的话 是不是有个炮五平一之类的 那也没办法 对 十五进六的话呢 他将来冰住进一 那个马要拱死 那个马的位置不对 对 马的位置不太对 那降五平四 他炮五平一 他也有比较多的固局 按照黑方的想法呢 对 他就认为能十五推四 是 这个看着感觉也还可以 就说你冰住进一 他可以把四进六 对 然后你炮五推一 他马六进五 反正这个马就能够往上走啊 他就见招拆招吧 这个棋 对 他也想不到更好的棋了 但这个棋啊 估计蒋川呢 没有料到 红方呢 突然呢 弃兵了 对 这部棋真是值得学习了 回味的一部棋 对 就是王天一呢 对这个战术呢 他还是非常敏锐的 对 这个也 我认为也是从小呢 就培养了这种意识 是分不开的 对 王天一呢 我记得他小时候 确实也是战术 战术就运用得非常好 所以到现在呢 他现在越来越成熟 今年三十岁了 二十九 笨三十了 就说的 经历 还有经验 也都达到了这个 鼎盛的时期 可以说现在的棋呢 这个王天一呢 炉火中轻 马五进四 这招棋走得非常的凶狠 对 正好还把兵给弃掉 他已经看准了 那对方这个兵也没有办法 只能吃 只能吃 然后这个时候 红方炮一退 炮我推死 准备这个 准备二楼炮再运回来 准备给对方摆绝杀 对 黑方这个棋呢 也没办法吧 他这个不太好防守了 他是走的 他现在马四进六也不行 他正好有个马四退五将 对 这个炮就丢了 他只能 金炮 对 他就只能那个炮四进四 点了一个 对 这个地方啊 这个王天一呢 就说的 他可能知道这个棋要赢了 对 由于是快棋嘛 他也没有走投最严谨的招法 所以这个棋最厉害的 是退这个跑 黑方这个棋就很难受 对 直接炮二楼退板 如果你用这个炮来挡他 对 那红方你看 你就可以上出来舔你 那我炮还得 退吧 他又舔你 这个棋非常厉害 这个招法挺巧的 然后下部棋走 炮二平五 基本上就是 炮二平五就是绝杀了 对 你看这个棋呢 你要是不挡我的话 我下部再退下 基本上你就是绝杀了 这个炮是挡不住的 对 你看这个棋呢 它还巧在哪呢 你要是炮六平七的话 也不行 这个棋 我还可以抛上进三了 你这么挡不住我了 对 你送足呢 我把你飞掉 这个棋要比实战要快了好久 对 就是说 同样的道理 这个比实战要快 但是我们跟实战的一对比 就是红方这个最厉害的棋呢 是走 直接走炮推板 对 实战它是向左推七 这个稍微的慢了一点 然后它走 它是炮四平八 四平八 想拦住这个炮 对 王提希他的这个战术就很灵活 你看你就想不到 本来这个马定在这很厉害 他突然一下又回马 是 王提希他就说的 还愿意这马放在这 他还回去 对 本来这个马很厉害的 放在这 放在这很厉害 然后他突然的回来踩你 这个让 黑芳也很难 很难受 对 那黑芳也没办法 他也就炮了退三 退其他位置也 他没有更好的位置走 对 没有很好的位置 他炮了退三 对 他就炮了退三 对 这种马炮残局啊 确实比较难练 对 因为有的时候也经常 听到我们的爱好者说 这个张老师这个残局怎么练呀 对 这个残局呢 确实呢 你也要总结规律 对 他这个也是有规律可循 是 那么无非呢 也就是说的这种子力位置 但是 就像这盘旗式的 这个炮一平二这种的思路 构思这种残局 对 是的 就是说的 也要使自己的子力呢 这个协调 有机配合起来 对 另外呢 这个棋呢 就是说 你要注重这个物质能力 就是物质能力和这种阵型 以及这种速度 这个都会在残局当中 有比较多的这个体现 对 那么这个棋呢 就是说大家呢 通过这盘棋的这个 欣赏呢 就是看到 就是洪芳啊 这个战术呢 非常的犀利 他也算是 间接性的牺牲了自己的物质力量 对 因为他把自己的两个编兵都给放弃了 对 洪芳呢 就是要的 这个大子进攻 而没有在乎两个编兵 要的是速度 特别是这个 中局呢 还把这个过河兵弃掉了 对 尤其是最后一个兵弃掉 那他就认为 这个整体的进攻呢 能够带来决定性的力量 对 当然他 王天一呢 下棋呢 也并不是说绝对完美 这个特别这一次 在江西 南昌 这个 联赛 古一村呢 这个 他前两盘棋 对万春林啊 还有一位选手 他也都出现了很大的危险 但是他很冷静 最后惊险地获胜了 对 就说如果万春林那盘棋 如果走得精确的话 那个棋 王天一很危险 对 但是说王天一呢 他还是比较敢于拼搏 这一点呢 还是值得称赞的 这个地方 轮到红方走 红方 炮二退我 对 他把炮退回来 这个蒋川呢 就是走到这 时间就太紧张了 是 他一上降呢 就 马上就走错了 这个棋就只能走出去 延缓他一样的速度 对 他只能飞掉 飞掉 然后再上降 再上降 这个棋就是说 也是红方占优吧 但是这个棋呢 毕竟轮到黑方走 可能会丢一些事项 还不至于马上输 马斯尖二 马斯尖二 他可能跳马将 这么走呢 就是说 红方呢 是优势 但是还不是马上赢 就是由于红方啊 那个炮尔队八 没有走出来 对 导致这个整体的进攻速度呢 又有点 可能黑方还能 勉强防守 但是黑方呢 当时讲说时间紧 他直接就上 又想留恋这个足 结果这个棋就走漏了 那么红方中间一僵 对 然后他再一僵 这还得行不停 对 因为你炮不能躲 躲炮瓶子僵死了 对 然后红方马六丁四一走 打着你的炮呢 他就 只能爬爬平六 对 他出降的话也不行 出降就好像马四斤二十个杀起 僵死了 他只能炮八平六 红方这个时候呢 这样子 炮四平五一走 对 僵 然后在马四斤那里僵 这样子 炮多死了 正好丢了个炮 对 黑方只能炮六平五了 那走到这儿呢 黑方看到丢子就主动认输了 那么最终呢 这盘棋呢 王天一是多死获胜 两大高手呢 这个较量还是挺耐人寻味的 对 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呢 大家也能从中呢 受到启发 当然这种残局呢 还是需要历练的 对 还是要多学 多看 好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今天就为大家呢 讲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